走秀感覺怎麼樣 還蠻特別 主要是我 人生第一次走秀 第一次走秀已經不容易了 然後還要Cosplay 本來想說看這舞台很像平常唱校園 或演唱的時候 可是實際上完全不一樣 超級不一樣 而且那個劍超重 你其實很重 然後還要全身盔甲 很不容易 所以有事先跟老婆討教說要自己走得比較好嗎 其實我已經討教過她很多年了 因為其實我也很久沒有走秀了 所以也是有一點緊張 哈哈 尤其是今天又犯一個精靈的樣子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以為是要走 就是可能偏比較性感的路線 就聽音樂想說 嗯不對啊 這音樂就是可愛路線啊 就是嗯怎麼 就特別教我還走可愛路線 不會啊沒關係 因為穿起來是可愛又性感嘛 謝謝啊 那覺得老公今天穿這樣子 我今天很帥啊 我今天很適合她啊 很適合她啊 還是以後都cosplay 那我最好問她們有沒有賣 哈哈 直接賣我們 對我穿回家好了 所以你們為了這一生準備 就是大概花多久時間 主要是製作吧 製作很久 呃一個月以前就已經開始在動這些 呃配件啦服裝然後道具這樣 對 特別量身 嗯 量得很仔細 非常仔細 非常仔細 一般沒辦法這樣穿 對 看到這台上的動作 是不是有這麼揣摩 他在這個裡面的講座 因為我們一來的時候 導演就跟我們講說 呃要那個 電話要記得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得要做他們那個 他們的 動作 對 必殺技絕招的動作 對沒錯 必殺技 這要玩要學啦 對 稍微學了一下 然後 我一來的時候 因為 蕾娜這個角色 他的 必殺技是踢腳 然後 射弓箭嗎 然後我一來我就說 嗯 導演就跟我說 這動作很難喔 很難 我說真的假的很難 然後看了一下就說 可是 就是 踢腳耶 可是我穿裙子耶 然後導演就說 嗯對 我們就是這個必殺技 就是要露內褲 我說 蛤是這樣子的嗎 我說對 就是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角色難怪受玩家歡迎 這好公平大家露內褲這一點 我有穿安全褲 怎麼可能真的穿內褲來工作 我有穿安全褲 那還穿安全褲啊 所以兩位平常都沒有玩過 就是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常常我啦 對 他第一次 是 嗯 是比常在床上不會 床 角色扮演 沒有我都扮演宅男啊 哈哈 扮演我本人 然後 我跟他互動 什麼 蛤 好結束了 結束了 不要聊了 對啊 就這樣他扮演他的宅男嗎 對啊 就是角色扮演 Cosplay的部分 都是在於我 我有各式裝扮這樣 是啦 反正大家也都有嘛 對不對 有什麼 就是會啊 就是扮演 就是不同風格 當季流行啊 哈哈 哈哈 所以兩位接下來要顧年 做做看自己 這是第一次回家 不是不是 因為今年有要準備什麼菜色啊 我們家比較不一樣吧 嗯 這樣 對 我們都是 訂餐廳 然後出去吃 嗯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任何困難 那會不會回去被逼問要升職 進入禮物 嗯 不知道耶 所以有準備好要怎麼應對 沒有 哈哈 就還是一樣 這個要順其自然 這還是隨緣比較好 嗯 嗯 因為我們的爸爸媽媽都還蠻開明的 好像沒有特別在乎這個問題 嗯 對 你們自己有計劃嗎 順其自然 對啊 就順其自然啊 自然而然這樣 呃 也沒有特別認真的 自然啊 自然才會 我們都忙著在打電動 哈哈哈哈 非常的聽到 不是在家就是一直在打電動 嗯 對 大部分的時間 蠻常都在打電動 對 只要是沒有工作的狀態 都是一起打電動 嗯 而且我們已經把家裡設計成 有點像網咖 對 餐桌上兩台電腦面對面 對 兩台電腦面對面 就是我們 呃 不管是手遊 嗯 或者是 電腦遊戲 對 或者是那個 電視遊樂器 對 我們都是Double在算的 對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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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